你又买了一袋火龙锅 上次我买了一袋还没吃完的 今天又买了一袋 他说十块钱一袋 你零零有多重 六七公斤的样子 六七公斤 十块钱的花多少钱一公斤 一块五 一块五一公斤 八毛钱一斤 Hello大家好 我是旅居在西方版纳的老王 今天呢带大家逛一下咱们景洪市的一个 比较有民族风情的菜市场 很多博主都拍过这个菜市场 它叫麦麦龙菜市场 那大家为什么喜欢去拍这个菜市场呢 因为它的那个性价比比较高 再加上呢 它和咱们一般那个汉族的菜市场不太一样 这里面有好多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 那个野菜呀山郡呀 还有一些什么 就是和我们汉族人吃的用的都不太一样的东西 就是比较有这个民族特点吧 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拍 那我今天拍这个视频呢 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点生活上的信息 有一些旅居在版纳的朋友们 不知道去哪里买当地的 有特点的这个民族的食物 然后也不知道哪里卖的东西比较便宜 比较实惠 那今天这个菜市场呢 能满足大家很多的一些需求 那一会儿呢 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菜市场 麦麦龙菜市场啊 是位于嘎洞和嘎撒交界处的一个菜市场 这边呢离市区大概有个两到三公里的样子 从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出发呀 也就是两公里多就到了 到了麦麦龙菜市场了 看这个路边的车 每到下午的时候呀 好多车都停在路边 今天天气不太好 还下着萌萌小雨啊 但是看这个路口这边呢 就已经都占满了摊位 在这个摊这个外面 市场外面的摊位应该是免费不收钱 他们都摆在路边 这边呢就是菜市场 是一些固定的商户 平常的时候啊 这些摊位都摆在了这个市场门口 密密麻麻的 今天人还不算多 这边有正宗的食品豆腐 烧烤卤味水果 一英俱全啥都有都比较新鲜 那这边比较有特点的呢 就是有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 会在这个市场上卖一些山野货 还有自己做制作的一些手工的 像这个包烧啊 什么酸牛肉啊 还有自己家园子里种的小黄瓜 这些吃的 火龙果多少钱 10块钱 10块钱一袋 这是10块钱一袋 有多少个 10块钱一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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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斤这里面 有6斤多 6斤多 也就是1块多钱一斤 这个小 这个小一点 那这个多 好多 那我要一袋吧 我要这袋 要小的那袋 我要这袋吧 这个小一点 但一次就吃一个就可以了 对 这个 这个是竹虫吧 这个 对竹虫 这是竹虫 炸一下很好吃 我们也没吃过 这多少钱一斤啊 130一斤 130哦 对 很好 这还便宜了 哦 那上市的时候200 再过一久也是贵起来了 现在已经走火了 已经慢慢少掉了 哦 最早的是200多啊 对 新鲜的花椒 这是新鲜的当归 老板说这个很香 闻一下 我闻着像是芹菜叶子的味道 我闻这个大棵的啊 大棵的就是有那个当归的味道 要闻根叶子的话 感觉像是芹菜叶子的味道 但是这个大棵的这个当归啊 嗯 确实有那种当归的味道 没有那个晒干的当归那么浓郁 但是还是可以闻出来的 这个大的是10块钱一颗 小的是5块钱一颗 云南这边的市场呀 种草药特别的多 可以直接吃 也有晒干的 就可以入药那种 像这个的话是鸡血藤 嗯 这个是他们野生的松子 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还不一样 那你们看到的是东北松子 啊 对对对 那个对 是东北的 这种是云南的 对 黑花生 黑花生好多人没见过 就是 很紫 拿水一泡都是 水都是那种紫色的 这个包包菜好新鲜啊 刚刚摘下来的 叶子都是这样的 一看就是自己种的啊 这个是树莓 很新鲜的树莓 也不贵 它这个是15块钱一盒 大概有半斤的样子 这个是新鲜的南瓜花 还带着这个小南瓜 当地人特别喜欢吃这种 特别嫩 然后新鲜的蔬菜 蜂涌 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食物吧 没有吃过 是真的没吃过 这个 看着还是挺吓人的 你看一盘一盘的 不知道要怎么吃 可能也是炸着吃吧 黄菊花 这是泡茶喝的吗 哦 蒸鸡蛋吃 这个多少钱 那个5块一碗 哦 5块钱一碗 倒有没有吃 可以蒸鸡蛋吃 煮鸡蛋吃 这个菊花 闻起来就有一股那个菊花的那种凉性 嗯 那种 就是冰冰凉 然后还有一点药性的感觉 老板说这个黄菊花呀 可以拿回去泡茶 也可以煮鸡 那个炒鸡蛋吃 我还真是没吃过 买一点可以尝一下 整个市场的情况呢 大体就是这样了 呃 有蔬菜 水果 还有一些特有的少数民族的食物 那么来这旅居的朋友啊 呃 我觉得这个市场是 一定要逛一下的 要不然你体会不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 在这里呢 可以尝到他们的一些特色食物 啊还可以买到一些特有的水果 比较新鲜 价格呢也比较划算 此时此刻 如果你就在景洪市 或者说正要打算到西双版纳景洪这边旅居的朋友 一定要记住这个菜市场 没事的时候啊 来逛一逛 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个 真实的少数民族生活是什么样的